大家好,歡迎來到萬人製索室 今天我會用VB的軟件示範一張水彩印象畫 VB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軟件 模擬水彩和油畫的像真度 用過這麼多款軟件是做得最好 我先畫了一個草稿 用原筆工具 然後將底色調校成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因為底色方便自己在配畫過程觀察 就是你要描繪的主體和唇色的便利 我開了一個新的塗層 在草稿和底色的中間 我轉為水彩筆 我開了一個皮膚的底色 至於皮膚的底色 喜歡用深色或淺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淺色才行 大家記得把水彩模擬的功能打開 所以塗層是要濕潤的 還有筆的水份都可以調較多 在筆的設定上 大家對於那些設定可以看回我上一段影片 有一個VB軟件的簡介 我開了一個水份模擬 水份會向外擴展 我們將筆調成擦膠的功能 我們將多了出去的邊緣 或者太過化的地方 我們稍後修正 在這個過程中 記得把銅塗層先乾掉 還有拆膠的水份 亦可以調較細 讓它不需要有那麼多水份 在你一邊擦 它會一邊加水 我們可以把它調整 一邊慢慢觀察一下 要修正的地方 讓它有那麼多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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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描述五官的位置 我用了這個玫瑰紅 它也是一個色系的地方 我將水彩筆的水份 調較低 如果想把顏色較濃 較深 把顏色的設定調高 這個步驟 我就是想定好五官的形狀 和位置 至於下面的草圖 都是給自己做 一個參考的 可以一邊畫 一邊做生正 一邊做生正 用刷膠 把形狀修好 我們也用了 半乾濕的筆 去描繪好嘴唇的型 亦都畫了 嘴唇的內部 有一個淺和灰色 然後我們用白色 換回牙齒的範圍 配合牙齒的範圍 配合濕濕的狀態 即是在模擬濕的狀態 的話 白色和灰色的融合 會比較自然 做過陰影的部分 做過 舌頭的部分 記得要馬上乾掉 如果不馬上乾掉 有機會 那個顏色滲透 會令到 那些顏色 會化得太多 顏色滲透 顏色滲透 眼球的位置 把草膏塗層開合 去觀察一下 樣貌 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 我們再加上一個塗層 在上面 這是頭髮塗層 頭髮塗層 我想 比較大 中啡色 Bronze 調校的顏色 可以在深啡色 位置 先把髮型畫出來 先把髮型畫出來 我們可以一條條去摸 用一條條的方法 把頭髮的外形畫後座 先把筆的尺寸擴大 可以填滿了裡面的顏色 由於VB是數碼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筆的尺寸 直接在Panel 調校 你想畫多幼細呢 有多幼細 但你想畫多幼細 很粗 很寬 那些筆一樣可以幫你做 我們會比較 比起傳統畫水彩 要換很多筆 和穩定性 會提升很多 一條條條條條條 我想表現她的髮型比較自然 在她的周邊畫幾條幼細的頭髮線 她有少許蓬鬆感 因為在一個大自然環境下 頭髮也有髮絲飛出來了 頭髮大概有個形狀 我先幫她畫上衣服 衣服想用綠色 跟人有一個對比 人體主要是用暖色 所以我跟她穿衣服想用綠色 色彩方面會有一個差別 我們現在在做的所有步驟都是在做底色的平圖 對比這點 如何把男上下淋 有傳統的波幅 把她的髮型 並列 nas衣服 行動 行動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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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了小狗塗層 現在的工序也是一樣 我們用白色 先畫好舊舊的形態 因為女生抱著她 兩隻前臂會伸在女生覆蓋著她的仇臂 有機會把兩個物件交跌 有機會做一些修補 在畫的過程中 大家要清晰自己在哪一個圖層畫 是個圖片 就會畫畫畫dat box 後期在畫下有一個尋尺 統一版本 大家應該要留意一下 現在的顏色不是最終的顏色 現在正稿的底色 和他們的細節描繪 現在的底色 就在這裡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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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仔和少女的主體 大致底層分佈都滿了七八八 大致底層分佈都滿了七八 再次复充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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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們開始把人物的陰影地框 根據底色的深淺度 做一個深色的顏色 我們開始畫陰影部分 然後把頸部和肩膀和手臂的地方 把頸部的水放在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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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顯得更加的水分滲透感會很強 我們會把水分滲透 再一次把水分滲透 放入水分滲透 放入水分滲透 在畫的過程中會有一個主體和想法 當畫一邊畫的時候我會把想法慢慢放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樹蔭的公園 可能會有樹蔭的倒影在主角上 我現在就做一個樹蔭的陰影的感覺 這個不是正式的 但我想把想法用一個塗層 幫我呈現出來 讓我可以做一些配畫的感覺 先看看視角相片 它們會不會融合 會不會太突然呢 我現在就用這個步驟 後面記得開一個新的塗層 這個畫一個大樹背景 先做了一個輪廓 我們可以加一些樹枝和樹幹在後面 在這個過程中 都不用說很細緻 有一個大概的感覺 畫了上去 記得在樹葉之間看到一些樹枝 記得在樹葉之間看到一些樹枝 前面into 我會有一個影片 就是YURABI去畫植物 ELAI 因為樹葉之間都不會太默默 我用了擦膠 把樹葉之間擦出空間 它們會有一個比較自然的空間 然後放在四角形上是整個樹葉的 開始在其中一角形下個樹葉的 要收藏一下 現在已經開始 大致上 整體的稿 和 那現在 開始 需要的元素都齊備 開始跟皮膚上色 我用了Clipping Mask 這個功能是在Vivi 6 版本才有的 Clip layer 非常重要 這是很重要的功能更新 所以大家有這個功能 Vivi 可以說是一個超無敵的軟件 在畫皮膚的過程中不用急 最重要是把陰影定位定好 顏色不滲透 不夠油滑 我們不用立刻處理 我們可以先把陰影的軟塊 全部都定好 先把陰影的層次 和變化 我們可以用這個 Bending 功能 我們把那些顏色混合在一起 這個混合筆和水份有兩個不同的效果 我剛才在這裡確認多一輪的塗層 一路畫的過程 不斷去做一些確認 沒有分層錯誤 最重要是不要畫錯在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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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個女生有些背光 我就是想她做一些背光的感覺 所以她的陰影面積會比較大 光的面積會比較少 現在開始看到 側面會比較光 因為我就是想在畫面的右上角 有一個光線過 所以少女的左邊面會受光 我做一個很強勁的光源效果 令到主體的立體感更加強 因為剛才水分下落了 所以現在看到那個顏色 她不斷滲滲 在這裏中的空間 就不斷滲滲 到這裏中的空間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回頭 再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些時候要把牌照 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稍後要調整一下 所以我們稍後要回頭 現在去畫銅龍的部份 記得開一個Clipping Layer 我們可以很放心地在眼睛底部的顏色上描述對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眼睛先畫好眼線 眼線很重要 眼線可以表現眼睛的形狀 一邊上色一邊修正 對之前打底的形狀就在這個時間做修改 眼睛要加上高光點 高光點加上眼睛會令眼睛更明亮 更精靈 和眼珠加上藍色 令眼睛更多變化 眼睛差不多的時候 開合同層 確定自己在哪裏 再加上眼睛 把眼球加上少許陰影 始終眼皮覆蓋著眼睛 所以眼球的地方需要有些陰影 也沒有重了 再加上眼睛 直接掃下來 以右邊的方式 四邊的方式 верChalk 一次最多了 兩邊的方式 一邊 四邊的方式 十分了 十分多 好 這個步驟加強硬窩的顏色範圍 在填這個地方控制顏色的流量和水分 可以輕鬆完成這個位置 上色後可以用融合筆 把剛才的顏色融合 讓顏色的過度自然 這個步驟現在可以用融合筆 可以用融合筆 平仙的水分 用融合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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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銷 融合筆 亦把手臂的陰影位置加強 特別是抱著狗狗的兩隻手 那邊陰影的變化比較重 放棄了 我現在開始畫頭髮 頭髮先開一個Cripping Layer 我將頭髮的顏色用深色的層次畫一圈 我將蝶子在封面上 我將蝶子放入兩大筋 我將蝶子放入半大筋 我將蝶子放入半大筋 我自己畫頭髮有一個習慣 層次是由深調轉去淺 現在是用深色的顏色去淺 有陰影再出一個方位 我們看會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顏色和背景有點黏 我把樹層的背景關閉 把人像鮮明一點 我現在準備下高光 高光有陰影再把高光强調出來 頭髮會比較容易做到立體感 留意一下光線在哪邊 我們在那邊可以加多一點淺色 即是光位 現在是在那邊可以加多一點淺色的光位 我再用一次轉去這樣子 我包了個圖畫 現在是用深色的光彩 全是藍色的光彩 我已經很介意到 示範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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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衣服的高光位都做完之後 記得就乾了塗層 我想衣服有些變化 畫上一些花紋 我想配合主題 都是一些葉形狀的花紋 衣服上面 煮沸頭 就可以三�� 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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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衣服之後 人物的上色就差不多到這裏 後面的影片我會做一個加速的方法 就是畫背景和狗狗 至於背景和狗狗 我不會再做一個太詳盡的行術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看下去 其實這個技巧也是用畫少女的技巧方法 大家最主要要留意一件事 要適當地調校這支筆的大小 顏色的濃度和水分 這幾件事大家要多注意 你一定會畫到一張 滿衣和高水準的水彩作品 利用了VB的非常好用功能 完成了 透過 魔法 很快 先 一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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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